陈先生经常到杭州库建运动中心 画家池电健身 他买了会员卡 年费是1000多块钱 陈先生当时使用的这种器械 是一个铁架子 一个滑轮 连接一根拉杆 和可以调节重量的铁块 健身时用双臂拉这根拉杆 把滑轮另一侧的铁块拉上来 可以锻炼手臂攻三头肌 陈先生说的龙门架 其实就是滑轮 当时他就是被吊下来的滑轮 砸到了头 照片显示当时陈先生头上被纱布围了一圈 陈先生说当时自己打车去了医院 医生的诊断是头部破皮流血 并无大碍 没有骨折 没有内伤等 电源调出了当时的监控录像 显示陈先生做前几组动作时 没有发生意外 在做最后一组时 滑轮突然掉了下来 砸在他头上 当时陈先生摸了摸头 又摸了摸器械 愣了几秒后 捂着头走开了 看着录像 双方还起了争执 这种器械直立的支撑壁上 有从上到下一排孔 滑轮上有一根螺栓 可以根据身高卡进不同的孔力 电源认为 当时陈先生 没有把滑轮的螺栓卡牢 这才会掉下来 他还当场演示了一下 如何把螺栓卡牢 哦 这样就可以了 不会掉下来了 怎么会没问题呢 肯定就有问题了 因为当时你看 他刚才拍的视频 是不是前面做了两组 都好好的 那突然怎么会突然间掉下来呢 是不是 那这种怎么解释呢 螺栓卡牢 怎么突然掉下来呢 前面做了三组都没有掉 就做了这画面 说明你也卡牢了这个意思吧 对啊 是不是还卡牢了 他就因为这边做了 喜欢画面脱落出来 然后死下岛就砸下来的 怎么不会脱落呢 怎么不会脱落 明明难道我自己去搬的吗 你刚才看到视频了吗 是不是 为了证明卡牢之后 滑轮不会脱落 这位店员 攀住滑轮 把自己掉了起来 你这样子都没用的 就是掉了 你打到上面去 你这样都没用的 每次都没用的 上面卡不老是吧 陈先生认为 最上面的孔 滑轮的螺栓卡不老 店员试了试 店员把螺栓 往最上面的孔一插 啪哒一声 卡进去了 陈先生认为 也有可能是 在不断拉扯过程中 螺栓拖出来了 他因为做了这 他就一震一震 然后就震出来 然后就掉下来了 现场有一位教练说 陈先生的这种猜测 是有可能的 但还是跟人有关 每次练完器械之后 可能巴就扔掉了 很随意那种 那有些人可能就说 亲拿亲放都有的 那这种东西 毕竟是器械是铁 对不对 那它不受 就是完全人为控制的 那你如果说 像他刚刚说的那样 呱呱呱那样来几下 我相信再好的铁 时间久了 也会被它震坏 只要你把那个 卡槽是卡进去的 绝对不会掉 大概有几年了 这个器械的话 应该有个六七年了 健身房的教练告诉记者 他们会定期维护各种器械 此前也从来没有出现 陈先生这种情况 店长更是直接告诉记者 这位陈先生锻炼时的动作 是错误的 所以才会导致头部被砸 健身房里有两位精神绝硕的大伯 都是68岁 说是退休之后 就几乎天天到这里来健身 那一身七瘦 看得记者一阵羡慕 那个地方有没有坐过 坐坐坐 我们这里 有没有遇到过教下来的 没有 教练分析了陈先生的遭遇 仍然认为 可能当时陈先生卡的不够牢 导致滑轮 在做了几组动作后 移位了 陈先生是几个月前办的卡 他说几个月前 滑轮也掉下来过一次 他认为是隐患 是很危险的 我有一天坐坐坐 直接掉下来 刚好人是在这个位置的 如果说站这位置又砸上来了 是不是 那你当时掉下来没砸到 你有没有跟他们讲一下 这个隐患 那天我没有坐 我就看他们坐 我就走掉了 没说 没说 因为我当时那边坐的话 我也给他们讲 你看你当时如果提醒了他们 你自己后来也会找 我又不喜欢多设一个人 本来休息的店长也赶来了 包扎好了以后 基本上如果是按照出去量的话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不严重的 他绳子个方面 绳子个方面还好 绳子方面肯定是清楚的 我们监控都能看得见的 所以就没陪他打出去 没有 对 陈先生的诉求是赔偿自己600多元的医疗费 此外把半年卡的费用1000多元退掉 店长答应帮他申请退卡 但拒绝承担医疗费 监控录像显示当时陈先生是背靠着直立的支撑臂向下拉动横赶 张店长现场演示了一下 认为这是错误的动作 张店长的意思是正确的锻炼动作应该是面对直立支撑臂 这样就不会有隐患 而陈先生当时背靠着直立支撑臂 刚好把自己的头放在了滑轮下面 所以安全隐患其实是陈先生自己造成的 陈先生反驳说 如果自己当时的动作是错的 寻常的教练为何不指导一下 可能你们1818这个黄金眼 可能接到很多的类似的投资案件 那比方说 这家健身房它恶意营销 那我们去教任何人 他都会认为说 你这个教练其实在销售我 其实好多人他有些是反感我们教练 去对您进行一个健身指导 还有我差一点 我差一点 你说像您说可能说一些新手小白 我们这边每个刚来的人都会有免费的 就器械指导一节课 摆送的 这个是摆送的 就你只要办卡就会有 那还有一点呢 这个大哥其实他自己是从事相关职业 什么意思 他自己是之前是威尔士的销售 所以说这些基本东西 我想他自己应该都知道 你真的是威尔士的销售 对 我以前就在那边做了 那怎么不知道威尔士先生呢 因为我们团队离开 我就没在那边练 那你应该比较懂这个 所以说他动作 我在别间忙一直在做 也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是不是他气息有问题 威尔士是一个健身品牌 说起来也算是我们1818的一位老朋友了 钱威尔士销售 陈先生仍然坚持是器械有问题 导致自己头被砸破 188黄剑记者报道